近年来乐高玩具的各种主题功能层数不穷 价格也是越来越高 但是乐高这个品牌最贵的玩具 并不是组合套装 而是人物玩具 今天套过玩具箱 就给大家来盘点一下乐高人物价格排名 这个榜单价格的第一名 更是超过了所有已经发售的乐高产品的价格总和 并列第15名 是2012年纽约玩具展上发布的 美国队长和钢铁侠的会场限定版 这两款都是全球只有125个的限定 两个的价格都是1947万美金 第14名是从未正式发售的乔治·卢卡斯乐高人偶 数量不明 不过它确实是由乐高官方制作并承认的 价格是2613元美金 第13名是1999年制造的C3PO乐高人偶橘色原型 产品数量不明 在拍卖网站上也是极少建造 价格是3867元美金 第12名是2010年在圣地亚哥漫展上展示的 由纯英打造的星战赏金类人波巴菲特 全世界只有两个 价格是8360元美金 第11名是2010年乐高发布的 纯统打造的波巴菲特 当时是由乐高线上商店的活动随机赠送的 全世界也只有仅仅两个 价格是18288元美金 第10名同样是来自于2010年圣地亚哥漫展 14K斤打造的波巴菲特 全球仅有两个 价格是19855元美金 第9名 2007年乐高为了新出星期大战30周年 以14K斤打造了全球仅有5个的C3PO 作为乐高Magazine的抽奖活动的赠品 价格是26125元美金 第8名 2017年乐高发布了一个免费抽奖活动 奖品是一共16个由贵金属制作的R2D2乐高 其中是包括了10个银制的 5个银制的 以及仅仅有一个的白色合金R2D2 其中的银色款价格为28738元美金 排名第8 第7名 2007年圣地亚哥漫展 星期大战30周年抽奖活动的C3PO 是目前时尚第一个也是唯一款同质的C3PO 价格是32395元美金 第6名 就是刚才在第8提到的 于2017年乐高由贵金属打造的16个R2D2任务中 以博威材质制作的R2D2 全球仅有5个 价格是33440元美金 第5名 于2007年星战轻点活动四中登场 仅仅有一个的银制C3PO 价格是34485元美金 第4名 波巴菲特的Shadowbox套装版本 也就之前的第10名以及第12名 再加上一款ABS打造的白色波巴菲特 价格是36575元美金 第3名 2017年当时史上最大的乐高核组千年损耗 一同发布的有一张黑色的VIP乐高纪念卡 拥有该卡的会员 将会有机会得到一个以18K白色合金打造的 全球仅有一个的白色合金耳朵地图 价格是39188美元 第2名 2017年出品的乐高旋风生者电影中 古董店老板拿着一个木制的吴大师乐高人偶 作为全世界仅有4个的电影道具啊 因为是木制的 每一个都有独特的画文 也就是说都是独一无二的 价格呢 是104500美金 最后第一名是2011年8月5日 NASA的木星探测器 诸诺号正式启航 诸诺号上呢 还载着三个迷你乘客 分别是朱比特 诸诺 加利略的乐高人偶 这三个人偶呢 是用航空材料制作 单个的成本呢 是5000美金左右 不过算上探测计划 以及五到一日能把他们带回地球的费用啊 就变成了20亿美金这个天分数字了 OK 如果您觉得本期节目有意思呢 请点击订阅 关注掏光玩具箱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